1月16日时期时许,疑似被王思聪殴打的路人陈某某在网络直播回应当天事发情况,他称正是个误会,双方已和解,赔偿款没有网传的209万元那么夸张。 直播中,陈某某自称是桂林人,当天去上海外看旅游,拍照时被王思聪误以为是拍自己,随后被王思聪本人殴打,就以后发现问题不大。 南国早报记者尝试联系陈某某进行采访,但截至发稿时,对方尚未回应,不过,其IP地址显示在广西。